大家好,我是老马 今天咱们讲一下宁夏特大连环杀人狂魔,程鹏 我在2022年的时候讲过这个样子 对程鹏这个人啊,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 此人可以说极端残忍 凶狠程度在建国以来的刑侦史上绝对能排在前面 连杀六人不说还给剁碎喂狗 甚至连自己的情人都不放过 这小子还有情参演了一部电影 结果就因为自己干了这些破事 导致电影也被封存了起来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回顾一下这个案子 老根据,先看看他的具体情况 程鹏1962年2月5号出生 祖籍在陕西省的靖边县 改革开放以后啊,他跟着父母来到了迎川市 他爹妈都是老干部,家庭背景很硬 程鹏呢从小脾气很大 碰到什么事啊也不惯着 我行我素的 反正你们也不敢惹我 打架斗欧那都是家常便饭 他呢是初中的时候来迎川上的学 那么作为一个外地插班生啊 自然就会受到本地学生的很多关注 再加上这小子整天七个不服八个不分的样子 所以周围同学啊都看他不顺眼 但是仅此而已 人家有后台啊 虽然不去招惹你 基本上周围的人都不愿意搭理他 程鹏呢觉得无所谓啊 那就自己玩呗 平时就独来独往的 而且这小子特别喜欢陶涛啊 那句宁可天下人负我 不可我负天下人 成了他的人生格言 时刻铭记在心 谁不服我就干谁 不光对同学这样 即便是老师他也不惯着 初二的时候 有一次老师批评他 结果这小子急眼了 上去直接把老师也给逗了 关键问题是老师不敢还手 谁让人家爹妈有本事呢 不过之后由于这小子实在是太嚣张了 学校忍无可忍 终于把他给开除了 开除就开除呗 成鹏觉得无所谓啊 正好也不想上学了 我是二代我怕啥 就这样在家里人安排下呀 人家直接去了宁夏可林研究所 参加工作了 不过这小子去了也不好好上班 没事呢就投点单位里的东西 1982年成鹏20岁的时候啊 盗窃被公安局给抓了 进去之后他依然是没当回事啊 也不害怕 就这点小事啊 我那当官的爹 肯定会想办法给我摆平的 他呢就踏踏实实的等着老爹来救他 结果没成想啊 他爹这次不仅没有替他求情 反而要求局里从严处理 必须给这小子一点教训 最终呢 成鹏因为盗窃罪啊 被法院判刑两年 和大家说啊 他爹这么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绝对不是脑瓜子一热 盲目做出的决定 和咱们之前讲过的马汉庆的案子里啊 张军的老爹举报是不一样的 成鹏他爹之所以这么做 首先呢 要表现出自己的高风亮节 大功无私 其次呢 就想通过这短短的两年刑期啊 让成鹏接受一下子改造 省得以后闹出大事 最后一个原因 成鹏这次惹的事 也不至于他动用自己的关系 所以直接就让法院那边 按照正常流程走了 但是这个结果让成鹏彻底懵逼了 这他妈谁的爹呀 哪有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孩子进监狱不管的 成鹏这小子心胸狭窄特别记仇啊 在他眼里 他爹的这种做法 那就是负了他 所以两年之后出狱 他就一直嚷嚷着和家里断绝关系 我没有你们这样的爹妈 然后呢 还像以前一样上着班混着日子 倒是没有继续偷东西 说明给他关的这两年啊 多少还管点用 不过这段时间 他也能明显的感觉到 在社会上混和在学校里不一样 成年人之间相互都不惯着 他这个脾气性格 很容易和别人产生冲突 不过幸好也都是些小摩擦 没搞出来什么大事 就这样一直混到了1988年 成鹏26岁了 到了结婚的年龄啊 虽然这小子嘴特别能说 但是身边还是没有女朋友 家里人着急啊 就给介绍了一个 比成鹏大一岁 但是人家是个大学生 那个年代呀 大学的含金量特别高的 成鹏呢 作为一个初中都没上完的小子 能找个女大学生 那肯定是高兴会了 立马同意 恨不得当天就得入洞房 那么这女的为啥看上成鹏呢 原因很简单 你是官二代呀 所以长得丑点没关系 没有学历也不重要 就这样 1988年5月29号 两个人正式结婚 她老婆呢 是林业技术干部 大部分时间都在南部山区的林场工作 很少回家 还经常出差 所以这种作息情况啊 就给成鹏以后作案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条件 好了 既然现在也结婚了 人生圆满了 工作也没啥意思 成鹏呢 就直接办了个停薪留职 彻底放飞自我 出来干啥呢 玩狗 和大家说 当时这个行业非常火 也挺赚钱 成鹏很快就弄了30多条狗啊 什么品种的都有 然后整天就在狗事上混 各种研究 结婚也就过了三个月吧 她去了一趟兰州 再返回银川的火车上 这小子碰到了一个美女 有多美呢 身材苗条 长发屁肩 还有两个大雷 成鹏一看直接就卖不动腿了 那还想啥呢 赶紧过去搭个扇聊聊吧 不成就拉倒 成了那就是艳遇 于是呢 这小子立马凑了过去 舔着脸和美女聊了起来 对方呢也不拒绝 两个人就这样 有一搭没一搭的闲程 这女的姓赵 具体名字不清楚啊 咱们就叫她赵大美吧 她是北京人 这次是来银川走亲去的 成鹏一听太好了 到银川机会更大 于是呢 更是使劲了浑身陷数啊 各种献殷勤 再加上本来这赵大美啊 就没怎么出过门 更别说见过啥世面了 所以很快就被成鹏忽悠权了 他心想了 人家是个官二代啊 在银川呼风唤雨的 认识也没坏处 就这样到了银川下了火车以后啊 俩人打车来到了百货大楼附近 赵大美下车之后说了 我到地方了 成鹏呢 立马掏出来一张纸 把自己家的一个坐机号写了下来 再给对方 临走之前还说了 你有啥事啊 给我打电话 我家里有车啊 外面有朋友 我这个人啊 也是热心肠 尽管找我就行 就这样分开以后啊 各回各家 成鹏回去之后就开始等电话 结果一晚上没动静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有点沉不住气了 怎么回事啊 按理说我活有的差不多了 该上钩了 行思的行思 拉倒吧 别等电话了 我还是过去直接找他吧 就这样 他赶紧骑上自行车出门啊 奔着百货大楼旁边的冰湖街就去了 他也不知道人住哪 到地方之后啊 就漫无目的的溜达了一会 你还真别说 还真让他碰见赵大美了 哎呦 给这小子搞阴会了 赶紧上去拉住人家的小手 走啊美女 我请你吃口饭去 就这样两个人到了附近的一个饭店 点了一大桌子菜 吃饱喝足以后啊 小电影院一待 然后又去了商店逛了一圈 就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啊 赵大美同志基本上已经迷惑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成鹏必须趁热打铁 他说话了 走啊 上我家玩玩去呗 大美呢 立马也就同意了 然后接下来这一晚上的时间 那就是一顿霹里啪啦 啪啦啪啦的深入交流 完事之后第二天 赵大美说了 我得回北京了 成鹏一听 赶紧带着他出去啊 买了一套漂亮衣服 当做定情信物 然后呢 屁颠屁颠的送到火车站 买了车票 亲自送上车 表现的那叫一个孝顺 最后的日子里啊 只要是成鹏老婆不在家 他就和赵大美啊 偷偷的约会 一般都是成鹏给买好票 大美呢 直接坐车来迎川找他 这次数越来越多啊 大美对他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但是呢 几个月的时间下来 成鹏有点玩意了 没意思啊 后来呢 他就把这事和一个朋友说了 这朋友也告诉他 鹏啊 你这样做啊 说实话 有点对不起你老婆了 咱们老爷们呢 能干这种事啊 太不讲究了 你呢 还是赶紧把这个 叫大美的女人甩掉吧 好好过日子 成鹏呢 就照做了 结果呢 他甩了几次 发现白达 这大美太痴情了 就可粘在自己身上似的 这不随后的一天 两人又装修了一晚上 忙活完以后啊 大美光溜溜的躺在身边睡了 成鹏呢 就翻来覆去的想了 妈的 这娘们也太粘牙了 咱们也甩不掉 总这样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呀 主要是我对他也没啥感觉了 咋办呢 这小子行思的一晚上啊 天快亮的时候 终于想明白了 干脆我把他给杀了吧 反正也没人知道我俩的事 一了百了 好了 打定主意以后啊 准备动手了 第二天一大早 赵大美起床了 正坐在成鹏老婆梳妆台面前 梳头呢 这会儿功夫啊 成鹏跑出去找了一个管钱 这玩意可是个大家伙 使劲轮上去的话 威力和大铁锤差不多 他呢偷偷的拎着进了窝 大美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要来了 还在那迷迷糊糊的化妆呢 等着成鹏走到跟前 瞄准了他的后脑勺 使足了劲 一下子给抡了上 人当时就倒地了 就这一下子 别说是大美了 就换成大象 估计也扛不住啊 人倒地以后啊 成鹏干净找来一根尼龙绳子 套在脖子上开始使劲 反复折腾了好长时间 确认对方已经死了 这才挺重 这尸体咋处理呢 很快他就想到了 自己养的这三十多条狗 接着就来感觉了 他呢 把大美的衣服全部扒光 开始用刀啊 斧子 铁锯什么的 把四肢都给剁了下来 然后呢 剃肉 弄得差不多了 全部放到了盆子里 扔给狗吃 结果呢 这狗闻了一下 没张嘴 成鹏呢 就把外面的大锅烧开 把肉扔了进去 煮熟以后啊 狗开始张嘴吃了 肉就这样处理了 剩下的骨头 还有头什么的 他呢 直接用毯子一包 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 就地给埋了 就这么简单 赵大美从人间啊 彻底消失了 和大家说啊 成鹏和人间姑娘 交往了好几个月 到死都不知道 对方的真名 就只知道姓赵 包括家住在哪里 有几口人 银穿的是什么亲戚 全都不清楚啊 他也不问 咱们不得不说 大美这姑娘 也的确是一根筋 你说对方 连你叫啥都不清楚 你犯不上对人家动真情吧 结果命丢了不说 尸体还被狗吃了 实在是太惨了 成鹏呢 杀人以后啊 心里也挺害怕的 担心被抓枪毙 所以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 他就老老实实地待着 啥坏事也没干 时间到了1990年的10月18号 成鹏发现 他之前的单位楼上 有个零产品公司 建为一批货 特别神秘 都用大帆布盖着 不知道里边装了是啥 成鹏啊 就心思了 不对啊 这个公司以前进货 从来没有这样神秘过 里面有没有可能是列强啊 他呢 就在那猜 当天晚上 他喊上了自己的表弟 当年17岁的少小蛋 两个人带着绳子啊 剪子什么的 到了公司楼下 然后顺着墙爬到了房顶 这个公司的库房啊 就是个破泥土搭的 他俩到了房顶以后啊 扒拉了一会儿 就在顶上扣了一个洞 之后呢 在外面拴上绳子 然后呢 另外一端 拴在了少小蛋身上 吊着他 慢慢的进了库房里 这小子随后把帆布剪开一看 哎哟 我天 果然是猎枪啊 得有好几百只啊 那还行 是啥呢 赶紧抱走吧 两个人是尽的最大的努力 最终拿走了两只鹰牌自动猎枪 六只虎牌自动猎枪 子弹两千发 实在是拿不下了 不过这些也可以了 已经算是个小规模的武装部队火力了 到家以后啊 他们俩就把其中的两只五连发 枪管 还有枪托锯掉 办便于以后携带 接下来就得猎枪玩了 承鹏呢 就开始到处偷鸡偷鹅 搞这些东西干啥呢 回来当目标啊 往院子里一拴开始用枪凹了打 打死之后就直接喂狗了 整个过程简单粗暴又非常血清 而且他也不避人 就在院子里直接开枪 时间一长 他的街坊四零案 对这件事情都习以为常了 压根不当回事了 和大家说这里面有问题 按理说公司一下子丢了这么多枪 居然没人管没人查 而且这小子整天就在家里练枪 也没人举报 八支枪啊 可不是个小事 我觉得这里面 要不就是因为相关部门失职 要么还是因为 承鹏他爹关系太硬了 大家都知道是这小子答的 但是没有人敢查 当然了这些破事 承鹏压根都不管 现在手里有枪了 胆子自然更大了 那么接下来就得干点大事了 而且呢 这大事啊 说来就来了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